单一的四大沟在江氏丹顿这种品牌 已经不算什么太新鲜的了 江氏丹顿的纵横四海是公认的豪华运动表 那么下一代豪华运动表将是什么样子呢 江氏丹顿给了一个答案 先跟你聊一下江氏丹顿纵横四海 江氏丹顿全金的绿盘表就长这样 纵横四海历史上一贯用的是蓝盘 可以说是纵横四海的标志色 但是呢这回是绿的 江氏丹顿呢其他的系列也用过绿的 但是这个绿它是特殊调制的 因为它这个绿呢要配合这个粉红金 除了颜色的变化以外呢 这个表还具有这个快拆链带 而且这个快拆链带可以换成那个橡胶表带 或者换成那个皮革表带 根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心情更换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呢 也是今年的一个趋势 快拆的链带它如果是折叠扣 如果是非金属链带的话 它这个表扣也是可以快速更换的 这个全新的绿盘的纵横四海呢 除了我最喜欢的这个即时功能 还有这个GMT的 当然还有大三针的了 尺寸也不一样 咱们看看上手效果 这是江山盾顿限量搏金珍藏系列 传袭系列 先看看这个表 猜测它的材质是什么 再猜测它的复杂功能是什么 这个复杂功能决定了这款表的复杂度 估计你已经猜到了 这个复杂功能呢 它是驼飞轮加即时 单一的复杂功能 在江山盾顿这种品牌 已经不算什么太新鲜了 现在讲究的是 把复杂功能组合 这里就是驼飞轮加即时 而且这个即时呢 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单按钮即时 材质嘛 就是950搏金 表壳 表针 刻度 这都是搏金的 表扣 这个皮带的缝线也是搏金 说到这个马尔他十字啊 在这个驼飞轮的框架上 就有一个最明显最漂亮的马尔他十字 说实话 这个江山盾顿驼飞轮 因为有了马尔他十字 我认为他是最漂亮的托车顿 这款表呢 虽然是个女表 但是非常有讲究 江山盾顿比较畅销的女表 是AQ10女神系列 这个款呢叫 一陵女神系列月像万表 江山盾顿与one of not many 桌而不群青年才俊之一 高级定制时装设计师 因疫情再度合作 推出两款新表 其中之一是这款 一陵女神系列月像万表 表盘的美学设计 巧妙呼应 阴异型的创作风格 可快速替换表带的配色 也是出自这位高定时装设计师的巧思 有一点我就补充一下 这个表盘有一种天然色泽的背目表盘 我确认了一下 这个背目表盘呢 它并不是染色的 而是从这个 众多丰富的色彩里 专门挑出来的原色 江山盾顿的 一陵女神系列还有一款更高定的 为什么叫高定呢 因为它融合了这个高定时装 高级制表和高定香氛 高到什么程度呢 这是一种全新工艺 香氛精华 浓缩成微小的液滴 包在纳米胶囊里 再渗透到表带的各个部位 表带与肌肤摩擦 就会释放香气 如果你不冲动它 这个香粉可以保持很久 省了吧 这个最新款的五级钛的总红四海 有这个陀佛轮 为什么要加陀佛轮进来 这是个问题 至于说这个材质五级钛的话呢 其实大家现在基本都可以接受 这么一个事实了 作为豪华运动表 奢华运动表 五级钛呢 比较适合做这种题材的腕表的 它可以做非常精致的 不输于金刚的打磨 这个是其他的钛 比如说二级钛是很难做到的 另外呢 它有很多细节 举个例子 如果你比较这个钛的总红四海 跟钢的一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表圈上这个抛光的马尔他十字 它的底盘 它的打磨都是不一样的 在钢款上 它就一个环形拉丝 钛的这个表圈底盘上呢 它是用了一个叫Micobe 这是它跟钢表的不同之处 另外呢 很多朋友都觉得 为什么很多品牌不用钛的 做豪华运动表 其中可能有一个声音是说 钛的东西可能金属比较黏啊 所以它做出的链带呢 一个是光泽不好 再一个它的舒适性 备受质疑吧 关于链带的舒适性 实际上它跟链带的这个间隙啊 包括表面的处理都有关系的 这个我问了江人丹顿的高层 他们说 他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们做了种种种种处理 但是怎么做的 没说 反正这么说吧 这个钛的纵红四海 托弗轮 舒适性方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要以为这是一款股东表啊 这是今年的新款 PATROMONY 它的主题是五年代风格的 你从那个表盘呀 刻度啊 造型啊 都能看出是复古的啊 为什么是五年代 因为五年代呢 万表设计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 造型比较简洁 比较干练 线条比较优美 比较纯净 这款表呢 就是忠实的反映出了五年代设计风格 这是一种永不过时的风格啊 从那个五银色 表盘 立体 这个字钉 还有简洁的这刻度和指针 包括这个统形表镜啊 还有这种经典的造型 所不同的是呢 这款表它跟真正的古东版 它有一个区别 它是用了一种现代的工艺 营造了一种全银的古东表的氛围 一种效果 但是呢 这里边有很多现代因素 除了表盘的处理以外 表镜虽然是弧形的 但是它是蓝宝石的 然后这个表壳整体轮廓呢 是一个很优雅的弧线 另外这款表呢 它是白金表个 石标刻度反而是玫瑰金的 所以它形成了一种对比 一种壮色 这也是五年代的风格之一吧 另外这个直径呢 反映了一种当下的一种趋势啊 就是它从过去的40 变成了39了 这个39是一个很完美的尺寸 就是这种表呢 应该说是不分性别的 对吧 手动双链 机芯后背不透 为什么不透 你想啊 如果有人想在表背上刻字的话 那么透底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没错 江南盾其实还提供了这种刻字 就是个性化雕刻服务 看上去效果 如果说现代的Vintage表啊 它的现代性在什么地方 恐怕这种透底设计 应该是很现代的设计啊 你可以通过这个 蓝宝石后背 欣赏它的这个机芯啊 做工啊 还有包括这个贵金属的这个摆驼啊 没错 这也是Petrimony的传承系列 另外一个新款 它是有这个逆跳功能的 尺寸呢也变大了一点 这个逆跳功能在江南盾呢 应该说是它的签名的功能 本身就很经典啊 它现在出现在江南盾很多系列上 而且呢 这个风格还是这所谓的新的Vintage风格啊 弧形蓝宝石表径 包括整体的轮廓 都是这种弧形的 上手时代一下 这次表展的重磅 其实是格罗工匠的Berkeley超左复杂功能 重表杰作 可以说是全球最复杂的时机 江山盾首款中华万年利 63项复杂功能 是世界上首枚可精准运行到 2200年的中华万年利 这是57260的三位制表大师 原班人马打造的 更有意思的是 这位藏家也是当初57260的 同一位钟表藏家 就为这 我帮你跟江山盾顿的高层打探一下 做了一个专访 这个江山盾顿我们只说了一小部分 后边还有一点 还有别的参战品牌的东西 等着我跟你们分享 关注我 别走开